《红楼梦》卷二十九 相夫人扶身海岛福 多情女情重欲真情 话说宝玉正自发正 不想黛玉将手帕子甩了来 正碰在眼睛上 倒吓了一跳 问 是谁 林黛玉摇着头笑道 不敢 是我失了手 因为宝姐姐要看丹叶 我比给她看 不想失了手 宝玉揉着眼睛 但要说什么 又不好说的 一时凤劲来了 因说起初一日 在清虚观打叫的事来 约着宝钗 宝玉带玉等看戏剧 宝钗笑道 爸 爸 怪热的 什么没看过的戏 我不去的 凤姐道 他们那里凉快 两边又有楼 咱们要去 我头几天打发人去 把那些道士们都赶出去 把楼上打扫了 挂起帘子来 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 才是好呢 我已经回了太太了 你们不去 我自家去 这些日子也闷得很了 家里唱动戏 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甲母听说 就笑道 既这么着 我同你去 凤姐听说 笑道 老祖宗也去 感情好 可就是 我又不得受用了 甲母道 道明儿 我在正面楼上 你在旁边楼上 你也不用到我这边 来立规矩 可好不好 凤姐笑道 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 甲母音向宝钗道 你也去 连你母亲也去 常天老日的 在家里也是睡觉 宝钗只得答应着 甲母又打发人 去请了薛姨妈 顺路告诉王夫人 要带了他们姊妹去 王夫人 因一则身上不好 二则预备 圆春有人出来 早已回了不去的 听甲母如此说 笑道 还是这么高兴 打发人去到园里告诉 有要逛去的 只管初一 跟老太太逛去 这个话一传开了 别人还可以 只是那些丫头们 天天不得出门槛 听了这话 谁不要去 便是个人的主子懒带去 他也百般的窜夺了去 因此 李公才等都说去 甲母越发心中喜欢 早已吩咐人 去打扫安置 都不必细说 单表到了初一这一日 荣国府门前 车辆纷纷 人马促促 那底下 凡执事人等 闻得是贵妃做好事 甲母亲自粘香 正是初一日 乃月之首日 旷是端阳节间 因此 凡动用的食物 一色都是齐全的 不同往日 少时 甲母等出来 甲母坐一圣八人大叫 李氏 凤姐 薛姨妈 每人一圣四人叫 宝钗 黛玉二人 共坐一辆 脆盖猪鹰八宝车 迎春探春 西春三人 共坐一辆 猪轮 滑盖车 然后 甲母的丫头 鸳鸯 鹦鹉 琥珀 珍珠 黛玉的丫头 紫涓 雪燕 春仙 宝钗的丫头 婴儿 闻杏 迎春的丫头 撕齐秀菊 探春的丫头 世书 翠末 西春的丫头 入化 彩瓶 薛姨妈的丫头 同喜同贵 外戴香灵 香灵的丫头 真儿 李氏的丫头 素云碧月 凤姐儿的丫头 平儿 风儿 小红 并 王夫人的两个丫头 金串 采云 也跟了凤姐儿来 奶子抱着大姐儿 另在一车上 还有两个丫头 一共 又连上各房的 老妈妈奶娘 并跟出门的家人 媳妇子 黑压压的 站了一街的车 贾母等 已经坐轿 去了多远 这门前 尚未坐完 这个说 我不同你在一处 那个说 你压了我们奶奶的包袱 那边车上又说 招了我的花 这边又说 碰了我的扇子 唧唧呱呱 说笑不绝 周瑞家的 走来过去的说道 姑娘们 这是街上 看人笑话 说了两遍 方箭好了 前头的全副执事 摆开 早已到了清虚灌门口 宝玉骑着马 在贾母叫前 街上人都站在两边 江至灌前 只听忠鸣鼓响 早有张法官 直相披衣 带领众道士 在路旁迎接 贾母的轿 刚至山门以内 见了土地 本境成皇 各位泥塑圣像 便命助教 贾真带领各子弟 上来迎接 凤姐知道鸳鸯等 在后面赶不上 贾母自己下了轿 忙要上来掺 可且儿有个 十二三岁的小道士 拿着剪筒 照管剪各处蜡花 正欲得便且藏出去 不想一头 撞在凤姐儿怀里 凤姐儿便一扬手 照脸一下 把那小孩子 打了一个筋斗 骂道 小野杂种 往哪里跑 那小道士 也不顾十足简 爬起来 往外还要跑 正值宝钗等下车 众婆娘媳妇 正围随得风雨不透 但见一个小道士 滚了出来 都喝声叫 拿 拿 打 打 贾母听了 忙问 是怎么了 贾真忙出来问 凤姐上去 掺住贾母 就回说 一个小道士 剪竹花的 没躲出去 这会则混钻呢 贾母听说 忙道 快带了那孩子来 别吓着他 小门小户的孩子 都是娇生惯养惯了的 哪里见过这个适派 躺货吓着他 倒怪可怜劲的 他老子娘 气不疼的话 说着便叫贾真 去 好声带了来 贾真只得去拉了那孩子 一手拿着辣茧 跪在地下乱颤 贾母命贾真拉起来 叫他 不要怕 问他 几岁了 那孩子总说不出话来 贾母还说 可怜劲儿的 又向贾真道 真阿哥带他去吧 给他些钱买果子吃 叫人别难为了他 贾真答应 领他去了 这里贾母带着众人 一层一层的 沾拜关完 外面小厮们 见贾母等 进入二层山门 忽见贾真 领了一个小道士出来 叫人来带去 给他几百钱 不要难为了他 家人听说 忙上来领了下去 贾真站在台机上 因问 管家在哪里 底下站的小厮们见问 都一起喝声说 叫管家 当时林知孝一手整理着帽子 跑了来 到贾真跟前 贾真道 虽说这里地方大 今儿咱们人多 你使的人 你就带了在这院里吧 使不着的 打发到那院里去 把小妖们 多挑几个 在这二层门上 同两边的脚门上 伺候着要东西传话 你可知道不知道 今儿姑娘奶奶们都出来 一个仙人 也不许到这里来 林知孝 忙答应 小的 又说了几个 是是是 贾真道 去吧 又问 怎么不见荣儿 一声未了 直进贾荣 从钟楼里 跑了出来 贾真道 你瞧瞧他 我这里也没热 他到成梁去了 贺命家人 催他 那小丝们 都知道贾真 素日的性子 唯拗不得 便有个小丝上来 向贾荣脸上 催了一口 贾真还眼向着他 那小丝便问贾荣道 爷还不怕热 哥儿怎么先乘凉去了 贾荣垂着手 一声不敢说 那贾云 贾平 贾琴等听见了 不但他们慌了 一起 连贾脸 贾扁 贾琼等 也都忙了 一个一个 都从墙根下 慢慢地溜下来 贾真又向贾荣道 你站着做什么 还不骑了马 跑到家里 告诉你娘母子去 老太太同姑娘们都来了 叫他们快来伺候 贾荣听说 忙跑了出来 一变连贾荣垂着手 一面抱怨道 早都不知做什么的 这回子 寻趁我 一面又骂小子 捆着手呢吗 马也拉不来 要打发小丝去 又恐怕后来对出来 说不得亲自走一趟 骑马去了 且说贾真方要抽身进去 只见张道士站在旁边 陪笑说道 论理 我不比别人 应该里头伺候 只因天气炎热 众位千金都出来了 法官不敢善入 请爷的事下 孔老太太问 或要随喜拿礼 我只在这里伺候罢了 贾真知道 这张道士 虽然是当日荣国公的替身 曾经先皇玉口 亲呼为大患仙人 如今县长道路思印 又是当今封为忠了真人 现今王公藩阵都成为神仙 所以不敢轻蔓 二则 他又常往两个府里去 反夫人小姐都是见的 今见他如此说 便笑道 咱们自己 你又说起这话来 再多说 我把你这胡子 还揪了你的呢 还不跟我进来 那张道士 呵呵大笑着 跟了贾真进来 贾真到贾母跟前 空身陪笑 说着 张爷爷进来请安 贾母听了 忙道 探他来 贾真忙去探过来 那张道士先呵呵笑道 无量受佛 老祖宗 老祖宗已向福受康宁 众位奶奶小姐纳福 一向没到福里请安 老太太气色越发好了 贾母笑道 老神仙 你好 张道士笑道 托老太太的万福 小道也还康健 别的道罢了 只记挂着歌 一向身上好 前日四月二十六 我这里做遮天带王的圣诞 人也来得少 东西也很干净 我说请歌来逛逛 怎么说不在家 贾母说道 果真不在家 一面回头叫宝玉 谁知宝玉解手去了 才来 忙忙上前问 张爷爷好 张道士也抱住问了好 又向贾母笑道 哥儿越发发福了 贾母道 他外头好 里头弱 又搭着他老子 逼着他念书 生生的 把个孩子逼出病来了 张道士道 前日我在好几处 看见哥儿写的字 做的事 都好得了不得 怎么老爷还抱怨说 哥儿不大喜欢念书呢 以小道看来 也就罢了 又探道 我看见哥儿的这个形容身段 言谈举动 怎么就同当日国公爷 一个稿子 说着 两眼流下泪来 贾母听了 也由不得满脸泪痕 说道 正是呢 我养了这些儿子孙子 也没一个像他爷爷的 就指这个育儿像他爷爷 那张道士又像贾真道 当日国公爷爷爷爷们一辈的不用说了 自然没赶上 大约连大老爷二老爷也记不清楚了 说碧 又呵呵大笑道 前日在一个人家 看见一位小姐 今年十五岁了 生得倒也好个模样 我想着哥儿也该行亲事了 若论这个小姐 母样 聪明智慧 根基家当 倒也配得过 但不知老太太怎么样 小道也不敢造次 等请了老太太示下 才敢向人去张口呢 贾母道 上回有个和尚说了 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取 等再大一大再定吧 你如今也训听着 不管他根基富贵 只要模样配得上 就来告诉我 便是那家子穷 不过给他挤两银子 只是模样 性格难得好的 说必 只见凤姐儿笑道 张爷爷 我们丫头的记名符 你也不换去 钱亏你还有那么大脸 打发人和我要鹅黄段子去 要不给你 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 张道士哈哈大笑道 你瞧 我眼花了 也没见奶奶在这里 也没道谢 记名符早已有了 前日原想送去的 不知道娘娘来做好事 也就混忘了 还在佛前镇着 带我取来 说着跑到大殿上去 一时拿了一个茶盘 搭着大红蟒段金符子 拖出符来 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符 张道士方玉抱过大姐儿来 只见凤姐笑道 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 又用个盘子拖着 张道士道 手里不干不净的 怎么拿 用盘子洁净些 凤姐笑道 你只顾拿出盘子 倒吓我一跳 我不说你是会送福 倒像是和我们画布诗来了 众人听说 轰然一笑 连贾珍也撑不住笑了 贾母回头道 猴儿猴儿 你不怕下鸽舌地狱 凤姐笑道 我们爷们不相干 她怎么常常的 说我该基因制 迟了就短命呢 张道士也笑道 我拿出盘子来 一举两用 道不畏话布时 道要将搁的这玉 请了下来 拖出去 给那些远来的道友 并徒子徒孙们 见识见识 贾母道 既这么着 你老人家老天八地的 跑什么 带他去瞧了 叫他进来 岂不省事 张道士道 老太太不知道 看着小道士八十岁的人 托老太太的福 倒还见了 二则 外面的人多 气味难闻 况是个暑热的天 哥儿瘦不惯 躺货哥儿中了 阿萨气味 套值多了 贾母听说 便命宝玉摘下通灵玉来 放在盘内 那张道士 兢兢业业地 用满符子垫着 捧了出去 这里贾母与众人 各处游玩了一回 方去上楼 只见贾珍回说 张老爷送了玉来 刚说着 张道士捧了盘子 走到跟前 笑道 众人脱小道的福 见了哥儿的玉 实在稀罕 都没什么敬贺 这是他们个人传道的法器 都愿意 为敬贺之礼 哥儿便不稀罕 只留着玩耍赏人吧 贾母听说 想盘内看时 只见也有金黄 也有玉绝 或有世事如意 或有岁岁平安 皆是 朱川宝茜 玉酌金漏 共有三五十件 因说道 你也胡闹 他们出家人 是哪里来的 何必这样 这断不能收 张道士笑道 这是他们一点敬意 小道也不能阻挡 老太太若不留下 岂不叫他们 看着小道微薄 不像是门下出身了 贾母听如此说 方命人接下了 宝玉笑道 老太太 张爷爷既这么说 又推辞不得 我要这个也无用 不如叫小子捧了这个 跟着我出去散给穷人吧 贾母笑道 这话说得是 张道士又忙拦道 哥儿虽要行好 但这些东西 虽说不甚稀罕 到底也是几件器皿 若给了乞丐 一则与他们也无异 二则反倒糟蹋了这些东西 要舍给穷人 何不就散钱与他们 宝玉听说 便命 收下 等晚间拿钱施舍吧 说必 张道士方才退出 这里贾母与众人上了楼 在正面楼上归座 凤杰等上了东楼 众丫头等 在西楼轮流伺候 贾真一时来回道 神前念了戏 投一本白蛇记 贾母问 白蛇记是什么故事 贾真道 汉高祖斩蛇 方起手的故事 第二本是满床户 贾母道 这倒是第二本 也还罢了 神佛要这样 也只得罢了 又问 第三本 贾真道 第三本是南科梦 贾母听了 便不言语 贾真退了下来 走至外边 预备着身表 坟前凉 开戏 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在楼上 坐在贾母旁边 因叫个小丫头子 捧着方才那一盘子贺物 将自己的玉带上 用手翻弄寻波 一件一件地 挑与贾母看 贾母因看见 有个赤金点脆的麒麟 便伸手拿起来 笑道 这件东西 好像是我看见 谁家的孩子 也带着一个的 宝钗笑道 史大妹妹有一个 比这个小些 贾母道 原来云儿有这个 宝玉道 她怎么往我们家去住着 我也没看见 探春笑道 宝姐姐有心 不管什么 她都记得 黛玉冷笑道 她在别的上头 心还有限 唯有这些别人 带的东西上 越发流心 宝钗听说 便回头 庄梅听见 宝玉听见 史湘云 有这件东西 自己 便将那麒麟 忙拿起来 揣在怀里 一面心里又想到 怕人看见 她听是史湘云 有了 她就留着这件 因此 手里揣着 却拿眼睛 瞟人 只见众人 倒都不理论 唯有林黛玉 瞅着她点头 似有赞叹之意 宝玉不觉 心里没意思起来 又掏出来 瞅着黛玉 宝玉笑道 这个东西倒好玩 我替你留着 到家穿上你戴 林黛玉 将头一扭道 我不稀罕 宝玉笑道 你既不稀罕 我少不得就拿着 说着又揣了起来 刚要说话 只见贾真之妻游士 和贾荣叙曲的媳妇 婆媳两个来了 见过贾母 贾母道 你们又来做什么 我不过没事来逛逛 一句话说了 只见人报 冯将军家有人来了 原来冯子英家 听见贾府在庙里打叫 连忙预备猪羊 香烛 茶食之类的东西送礼 凤姐听了 忙赶过正楼来 抬手笑道 哎呀 我却不妨这个 只说咱们娘们来闲逛逛 人家只当咱们 大摆斋坛的 来送礼 都是老太太闹的 这又不得预备赏风 刚说了 只见冯家的两个管家婆子上楼来了 冯家的两个未去 接着赵侍郎家也有礼来了 于是接二连三 都听见贾府打叫 女眷都在庙里 凡一应远亲近有 世家相遇都来送礼 贾母才后悔起来 说 又不是什么正经摘事 我们不过闲逛逛 没得惊动人 因此虽看了一天戏 这下午便回来了 次日便懒带去 凤姐又说 打墙也是冻土 已经惊动了人 今儿乐得还去逛逛 贾母因昨日见张道士 提起宝玉说亲的事来 谁知宝玉一日心中不自在 回家来生气 趁着张道士与她说了亲 口口声声说 从今以后 再不见张道士了 别人也并不知为什么缘故 二则 林黛玉昨日回家 又中了鼠 因此二事 贾母便执意不去了 凤姐见不去 自己带了人去 也不在话下 且说宝玉因见林黛玉病了 心里放不下 饭也懒带吃 不时来问 林黛玉又怕她有个好歹 因说道 你只管看你的戏趣 在家里做什么 宝玉因昨日张道士提亲事 心中不大受用 今听见林黛玉如此说 心里应想到 别人不知道我的心还可树 连他也奚落起我来 因此 心中比往日更烦恼 加了百倍 若是别人跟前 断不能动这肝火 只是黛玉说了这话 倒又比往日 别人说这话不同 由不得立刻沉下脸来 说道 我白认得了你 罢了罢了 林黛玉听说 便冷笑了两声道 白认得了我 哪里像人家 有什么配得上呢 宝玉听了 便向前来 直问到脸上 你这么说 是安心咒我天诛地灭 林黛玉一时 解不过这个话来 宝玉又道 昨儿还为这个 读了几回咒 既然你到底又中我一句 我便天诛地灭 你又有什么益处 黛玉一闻此言 方想起上日的话来 今日 袁自己说错了 又是着急 又是羞愧 便战战兢兢地说道 我要安心咒你 我也天诛地灭 何苦来 我知道昨日张道士说清 你盼拦了你的好音乐 你心里生气 来拿我杀性子 原来那宝玉 自幼生成 有一种下流痴病 旷从幼时 和黛玉耳鬓思磨 心情相对 即如今 稍明时事 又看了那些 邪书屁传 凡远亲近有之家 所见的那些 归婴为秀 皆未有 稍及林黛玉者 所以 早存一段心事 只不好说出来 故美美 或喜或怒 便尽法子 暗中试探 那林黛玉 偏生 也是个有些吃病的 也没用假情试探 因你 也将真心真意 瞒了起来 只用假意 如此 两甲相逢 终有一针 其间 锁锁碎碎 难保 不有口角之事 即如此刻 宝玉的心内 想的是 别人不知 我的心还可恕 难道你就不想 我的心里 眼里 只有你 你不能为我解烦恼 反来以这话奚落 赌耶我 可见我心里 一时一刻白有你 你心里 竟没我了 宝玉是这个意思 只口里 说不出来 那林黛玉 心里想着 你心里 自然有我 虽有金玉 相对之说 你岂是 中这邪说 不中我的 我便时常提着 金玉 你只管 了然无闻的 方剑得是 带我中 我毫发 撕心了 如何 我只一提 金玉的事 你就着急 可知你心里 时时有金玉的 见我一提 你又怕我多心 故意着急 安心哄我 看来两个人 原本是一个心 却多生了枝叶 反弄成两个心了 那宝玉心中 我自豪 你何必为我 把自己施了 殊不知 你施 我也施 可见 你不叫我敬你 你竟叫我远你了 如此看来 却都是囚禁之心 反弄成 疏远之意 此阶他二人 素希所存私心 难以背数 如今指数 他们外面的形容 那宝玉又听见他说 好姻缘三个字 越发腻了几亿 心里干噎 口里说不出话来 便赌气 向井上摘下通灵玉来 咬咬牙 狠命往地下一摔 道 什么老石子 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 天生那玉 坚硬非常 摔了一下 竟闻风不动 宝玉 见不破 便回身找东西来砸 黛玉 见他如此 早已哭起来 说道 何苦来 你摔砸那哑巴东西 要砸他的 不如来砸我 二人闹着 子涓雪燕等忙劝解 后来见宝玉 下死尽砸玉 忙上来夺 又夺不下来 见比往日闹得大了 少不得去叫席人 席人忙赶了来 才夺了下来 宝玉冷笑道 我是砸我的东西 与你们什么相干 席人见他脸都气黄了 眼眉都变了 从来没气得这样 便拉着他的手 笑道 你和妹妹半嘴 不犯着砸他 躺砸坏了 叫他心里脸上 怎么过得去 林带玉一行哭着 一行听了这话 说到自己心坎上来 可见宝玉 连席人不如 越发伤心大哭起来 心里一烦恼 方才吃得香如饮 结鼠汤 便承受不住 哇的一声 都吐了出来 子涓忙上来 用手帕子接住 灯食一口一口的 把块手帕子吐湿 雪燕忙上来捶 子涓道 虽然生气 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 才吃了药好些 这会子 因和宝二爷半嘴 又吐了出来 躺货犯了病 宝二爷怎么过得去呢 宝玉听了这话 说到自己心坎上来 可见黛玉不如一子涓 又见黛玉脸红头胀 一行啼哭 一行气凑 一行是泪 一行是汗 不胜怯弱 宝玉见了这般 又自己后悔 方才不该和她校正 这会子她这样光景 我又踢不了她 心里想着 也由不得 滴下泪来了 习人 见她两个哭 由不得 守着宝玉 也心酸起来 又摸着宝玉的手冰凉 但要劝宝玉不哭吧 一则又恐宝玉 有什么委屈闷在心里 二则又恐搏了黛玉 不如大家一哭 就丢开手了 因此也流下泪来 紫玉 紫玉一面收拾了兔的药 一面拿扇子 替黛玉轻轻地扇着 见三个人都压却无声 各自哭各自的 也由不得 伤起心来 也拿手帕子试泪 四个人都无言对气 一时 习人勉强笑向宝玉道 你不看别的 你看看这玉上穿的穗子 也不该同林姑娘伴嘴 黛玉听了 也不顾病 赶来夺过去 顺手抓起一把剪子来 要剪 习人子涓刚要夺 已经剪了几段 黛玉哭道 我也是白项玉 她也不稀罕 只有别人 替她再穿好的去 习人忙接了玉道 何苦来 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 宝玉向黛玉道 你直观剪 我横竖不带她 也没什么 只顾里头闹 谁知那些老婆子们 见黛玉大哭大吐 宝玉又杂玉 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田地 躺货连累了他们 便一起往前头 回贾母王夫人之道 好不甘怜了他们 那贾母王夫人 见他们茫茫的 做一件正经事来告诉 也都不知有了什么大祸 便一起进园 来瞧他们兄妹 急得习人抱怨子涓 为什么惊动了老太太 太太 子涓又只当是习人去告诉的 也抱怨习人 那贾母王夫人进来 见宝玉也无言 黛玉也无话 问起来 又没为什么事 便将这货 移到习人子涓 两个人身上 说 为什么你们不小心服侍 这会子闹来都不管了 因此将二人连骂带说 教训了一顿 二人都没话 只得听着 还是贾母带出宝玉去了 方才平复 过了一日 至初三日 乃是削盘生日 家里白酒唱戏 贾府猪人都去了 宝玉因得罪了黛玉 二人总未见面 心中正自后悔 无精打采的 哪里还有心肠去看戏 因而推并不去 黛玉不过前日中了些数入之气 本无甚大病 听见他不去 心里想 他是好吃酒看戏的 今日反不去 自然是因为左儿气着了 再不然他见我不去 他也没心肠去 只是左儿千不该 万不该 缴了那玉上的穗子 管定他再不戴了 还得我穿了 他才戴 因而心中十分后悔 那贾母见他两个都生气 只说趁今儿那边去看戏 他两个见了 也就完了 不想 又都不去 老人家急得抱怨说 我这老冤家 是哪一世里孽障 偏遇见这么两个 不省事的小冤家 没有一天不叫我操心 真是俗语说的 不是冤家不巨头 几时我闭了眼 断了这口气 凭这两个冤家 闹上天去 我眼不见 心不烦 也就罢了 偏又不厌这口气 自己抱怨着也哭了 这话传到宝林二人耳内 他二人竟未从听见过 不是冤家不巨头的这句俗语 如今忽然得了这句话 好似参禅的一般 都低着头细嚼这句话的滋味 都不觉 潸然气下 虽不曾会念 然 一个在萧香馆 临风洒泪 一个在怡红院 对月长须 却不是 人居两地 情发异心吗 习人 因劝宝遇到 千万不是 都是你的不是 往日 家里小丝们 和她的姊妹半嘴 或是两口子纷争 你听见了 还骂小丝们蠢 不能体贴女儿们的心肠 今儿你也这么着了 明儿初五 大结下 你们两个 再这么仇人似的 老太太越发要生气 一定弄得不安生 依我劝你 正经下个气 赔个不是 大家还是照常一样 这么也好 那么也好 宝玉听了 不知一语不一 要知端详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着订阅